妻子对这一切早已习惯 她起身将女儿织出去 然后躺到炕上 面无表情地继续吃饭 仿佛即将发生的一切都与自己无关 一旁的丈夫却是叙事待发 而这时忽然传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被扰了兴致的胡屠夫 一听这话脸色瞬间难看 而躺着的女人竟露出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 等丈夫出门后 他立马爬到窗边 偷偷用手戳破窗户纸 果然看到了那个让自己朝思暮想的男人 原来当年他和姚明远本是一对 却不了被胡屠夫和理财主合伙算计 姚明远不得以背井离乡做了土匪 而他则被迫嫁来了胡屠夫 十多年来 他只给胡屠夫生下一个女儿 而屠夫为了能让他给生个儿子 什么童子尿 各种土方子都让豆瓜来使 他把豆瓜绑在桌子上 不停地给他喝童子尿 即使豆瓜满脸拒绝 但还是被墙按着脑袋喝得整整一壶 只因传说这样的姿势 家药方一定能生出儿子 此后屠夫立即开始脱衣服 完全不顾妻子泪如雨下 而归乡的姚明远想改邪归正 却没想到人人都对他避之不及 就连清歌也满是龙眼相对 生怕和他扯上关系 你回来做生 假说句吧 你是让人家给轰出镇子的 还回来做生 姚明远也不想辩解 直接把大洋放在桌上 给我弄块地 我想开个棺材铺 积德行善 讨个好报应 我该伸给你那天 你是镇长 我不是你的镇长 咱可是一个娘生养出来的 在杨家咱出你这么个祸 活人怎么能被尿憋死 死路不通 杨明远只好自寻出路 第二天 他竟然直接放火 烧了一块地出来 事已至此 哥哥也只能默许 就这样棺材铺开了起来 整个镇子喘得沸沸扬扬 可在开业当天 却没有一人前来祝贺 只有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 在铺子门前玩耍 杨明远正准备给他拿点吃的 下一秒 就看到一个女人急匆匆的过来 将孩子带走 他失望至极 可依旧没有放弃 他暗暗发誓 一定要改变大家对自己的看法 于是棺材铺开张没多久 海贼声势浩大的给父母重新办了葬礼 想要以此来证明 自己已经喜性革面 顺便给自己的生意打个广告 没想到自己依旧是过街老鼠 就连主动送上门不收对方钱的棺材 也被人举置门外 这对杨明远打击很大 他独自一人来到田野里 放声歌唱 发泄着心中的情绪 完全没有意识到 豆瓜已经来到他的身后 相爱多年的恋人 就在眼前 场面自然是干柴烈火 他迫不及待地扛起女人 朝没人的地方走去 知道女人心中有她 第二天便带着全部的家道来到胡江 想要赎回自己的女人 可没想到 对方非但拒绝 而且还满是嘲讽 你不会杀我 你杀不了我 就别想打我婆娘的主意 接着毫不客气地把杨明远轰出门外 还故意趁此机会 变本加厉地折磨豆瓜 心爱之人凄惨地叫声 像尖刀一般 射进了杨明远的心 但目前豆瓜已经嫁给屠夫 无奈之下 她只好离开 而见过心爱之人的豆瓜 也不再逆来顺受 面对胡涂胡的变态折磨 她竟一反常态 豆瓜的反常 挣住了屠夫 犀利的哭声 响彻整个院子 这间几个小孩子 在玩郭家家 理财主的儿子贵贵 竟然直接把胡佛的女儿 挤在身上 上梁不正下梁歪 胡涂夫家的张妈 赶忙跑来制止 还用力掐了一下贵贵的牛牛 作为警告 没想到 这下竟摊上了大事 男孩的牛牛不仅又疼又肿 甚至连尿尿都成了问题 这让李财主愤怒不已 直接带着一群手下 来找胡涂夫讨功道 而胡涂夫这边 正就变着法子 折磨着豆瓜 恰好被来势汹汹的李财主打断 对方在院子里一顿打砸 胡涂夫却躲在屋子里 不敢出来 最后甚至把豆瓜 推出了门外 见女人这身装扮 众人随即请问下来 李财主也不好和一个女人家动手 更何况 这还是杨敏远的拼头 于是和豆瓜讲了事情的原委 一旁张巴立即出来跪地认罪 自治理亏的豆瓜 直接拿起锄头 毫不留情地砸起家里的东西 李财主眼见场面是酷 只好带人离开 杨敏远也听说了这件事 于是他再次登门 想要要回豆瓜 可胡涂夫却是软硬不吃的主 一定要豆瓜给自己生的儿子 伯徒夫却并没把杨敏远的威胁当回事 第二天外出去送货时 痛巧经过理财主家 他一脸缠眉的上前打招呼 而对方也一副既往不救的样子 还好心给他指了他进路 胡涂夫并未多想的信了对方 可没想到在路上遇到了 提前埋伏的劫匪 胡涂夫能回家 可谓是死里逃生 在家等着轻好戏的理财主 则是笑得毫不容嘴 与此同时 杨敏远提出带豆瓜私奔 可豆瓜却不想就此善罢担休 他对胡涂夫恨之入骨 跪在沙谱上恳求昔日的爱人 杨敏远简直不敢消息眼前的一切 多年前那个自己旁在手心里的女孩 究竟经历了什么 他把自己埋进黄沙里 思考着这一切 杨敏的嘴角 让人不禁感到一丝寒意 可偏有那不怕死的小子 理财主的儿子贵贵 好奇地看着眼前的男人 杨敏远知道 就算自己筋盆洗手 也依旧逃不脱世人的唾骂 她在脸上突然露出阴森的笑意 会久后男孩的尸体被人发现 但杀人的手法和胡涂夫敲珠的手法 出席了一致 回到家的杨敏远不禁感慨 好人难做 那就继续当恶人 而理财主一家得知休息 赶到沙漠 悲痛不已的同时 也断电了这一切 一定是胡涂夫报复自己所为 另一边不得不被拨的胡涂夫 也是能屈能伸 他准备了好些东西 他深知靠担打独斗 无论如何都不是理财主的对手 于是辗转一番找到了杨敏远 不仅表示自己愿意买下店里所有的棺材 甚至还将十年前 自己和理财主吓害他的事情 全都推到理财主义人身上 目的就是让杨敏远对理财主怀恨在心 没想到杨敏远却对此嗤之以鼻 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胡涂夫无奈之下 只能使出杀手锏 说自己愿意把豆瓜还给他 杨敏远这时 却义正言辞的拒绝了他的好意 君子八 不能多人之门啊 碰一鼻子灰的胡涂夫 回到家后立马泄了起 可谓的活命 尊严算得了什么 他跪在豆瓜面前不停的忏悔 想让他为自己求情 可豆瓜却死活都不同意 袭击败坏的涂夫再次惊重上牢 完全不顾已经大难临头 抵财主送完儿子最后一程后 便开始招兵买马 准备为儿子报仇 胡涂夫也只能硬着头皮迎战 螳螂捕蝉狂却在后 杨敏远此时就在自己的棺材铺里 等着坐收余力 可在大战开始前 豆瓜还是不忍心来到了棺材铺 怕想让杨敏远阻止这一切 但此时的杨敏远 已经被仇恨完全吞噬 哪里还听得进去豆瓜的祈求 豆瓜也对眼前深爱的男人失望至极 心爱之人也说自己是土匪 被激怒的杨敏远扛起豆瓜 将他扔进棺材里 随后自己也跳了进去 让他见识了什么叫真正的土匪 而于此红时 两拨人正在外面集结 镇长试图劝阻这一切 就被不长眼的枪子击中 很快便火光四起 尸体遍地 村民们个个都杀红尾眼 保护除了自己没一个好人 混战中 乌涂夫被刺身亡 而李财主也被炸死在井旁 整个沙阵都被硝烟笼罩 而在棺材坡的杨敏远 在祭拜完祖先后 也引爆了埋在棺材坡的炸药 和他的豆瓜 一起葬身在了火海 最终只有豆瓜的女儿 和杨敏远的儿子存活了下来 影天上映于1996年 拍摄时 徐帆年纪28岁 李绝贾老师41岁 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界 20年代的中国北方的沙阵 在那个吃人的年代 无论是受男人掌控的女人 还是痛戴前非的恶人 都无法摆脱悲惨的结局 人性的贪婪与妒忌 是杨敏远被迫害的缘由 而杨敏远离间纪的得逞 同样也源于此 穷人即使努力 想要改变命运 也会被各种势力打压 难以伸张正义 而他们每个人 都在命运的漩涡中挣扎 无法逃脱